刚刚我们介绍的自动分析 这绝对是Excel它没有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Excel 接下来要介绍Power BI这个群组直条图 其实是每一个视觉化图表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举例来说在这张直条图里面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配色的专家 干脆我们就先把这个主题先切换成 就是明亮一点 明亮 就是说在配色上 因为等一下我要动到视觉效果 所以我会希望说配色稍微明亮一点 所以在这边有日光 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是最容易看懂的 叫高对比 还有方便色盲人士辨识 它的意思就是在介绍那个就是视觉的差异性 所以你在这边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有好多种不同的 等一下它另外一种它就用红色来去呈现 因为视觉化的分析 色产一定是它的关键 好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先用日光 日光这个系列来去做那个色产 呈现各个主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你可以做切换主题 第二 你有没有觉得这些字很小 所以我先把这些字稍微放大一点 甚至当今天主管在报告的时候 在报告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主管他就是希望报告出来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是多少 好 所以我都希望说先教你这个格式 第一个刚是切换主题 第二个就要教你格式的应用 首先格式里面是不是有一般 有X轴 Y轴 X轴在这边 所以我们把X轴打开 X轴打开 这里是不是有字形大小 这样字是不是就变大一点了 变大一点 然后呢 这个色彩 它其实不是设到全黑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全黑 这字是不是就变比较深黑 那字形你也可以去设 好 这个是X轴的设定 Y轴呢 一样 Y轴 所以在这个地方字形大小 字形大小设定 色彩 色 深黑一点 然后接下来字形 一样 我选这一种 有没有 字是不是稍微变得大一点 那Y轴也设定好了 这个上面我希望出现 2016年的 利润的 总抠头 所以这个时候 这叫什么 资料标签 这个资料标签 0.68 你希望字大一点 希望嘛 所以就点这边 资料标签 一样 它有文字大小 所以把它设大一点 然后把字的颜色 例如说设到 这个颜色 黑色 然后还有字形 字形 一样把它设出一点 可以吗 好 这是方便 方便别人来去观看 好 我只是要呈现这件事情 那还有人 喜欢把 2013 2014 2015 2016 换不同的颜色 可不可以 可以 你这边叫资料标签 请你自己去玩了 自己去玩知道吗 例如说 我今天我要凸显2016年 好 在这边 资料标签 然后接下来 这这边是不是预设的颜色 是这种颜色 没问题 那你要怎么分别设定 你只要把这个全部显示 打开 2016年 摄成 假设你设成另外一种颜色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凸显 凸显 2016年 你要报道 2016年 这件事情 好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 所以麻烦请你现在动手来练习 玩一下 他这边没有自动配置吧 他只有恢复成原预设值 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个格式设定好之后呢 你去报告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2017年年初 所以你是怎么报告的 好 通常啊 通常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说 在2013年到2016年 我们可以看到 2016年 它的利润是有成长 而且在这四年间 它是有持续成长的趋势 好 那接下来就会报告 2016年 它的一个利润 总 total是0.68个百万 关于这个单位 我再稍微补充讲一下 这个0.68个百万 因为毕竟这是美国的软件 所以它只有签 它只有它制定的单位 那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想要呈现完整的数字 可以一样在格式里面 请问是X轴还是Y轴 还是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 然后把显示单位改成5 它就显示阿拉伯数字了 那你当然也可以再设定 小数位数是几位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5 然后这边改成0 就是我不要小数位数 不要小数位数 但是它就没有什么三位一撇了 好 所以在这边你也可以呈现单位是千 685个千 我说这是美国人的设定 好 那还有像例如说百万 它就只有千百万十亿 这样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吗 它的单位 它的单位 例如说它有千万 千万 它就没有万这个字 好 所以我们还是用百万 那如果用百万的话 建议小数位数就要增加了 增加 例如说两位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我想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部分 首先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上的箭头 一个往下的箭头 两个往下箭头 这个呢 这个两个往下箭头 可是中间一条横线 这个图是都有意义的 这个叫做向上 向上整合 向上整合 这样一起 这个叫做向下 探索 向下探索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多向下探索 这叫连续 向下探索 都是向下探索 但是它是不是有分一个的向下探索 例如说一年的 2016年 一年的向下探索 这个呢 这个是多向下探索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介绍这件事好了 多向下探索 这叫连续向下探索 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 好 所以我们先看它 当我点了一下它 你现在看到的 刚刚 原本这张图是2013年 是0.38个百万 2014年是0.47个百万 当我点了一下它 这边变成2013年第一季 加2014年第一季 加2015年第一季 加2016年第一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做季节分析 季节分析的报告 我再稍微提醒你们一件事 就是 我通常会把季节报告 这个地方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平均线好了 加一个平均线 请问一下 有了这条平均线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 其实我们这一个年 我们来做季节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的淡季 旺季 分析中 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旺季 其实是有三季 有听懂吗 因为这三季是大于平均值 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关心的 我们关心的是 假设是淡季跟旺季 我们的淡季 只有一个季 也就是第一季 可以了解 而且这四年得到的情形 是这样子 好 接下来 以统计来说 我们就要做检定了 是不是如此 检定的结果 看看是不是如此 这样了解 好 那为什么讲说 这叫做多 为什么讲说 这叫多相加探索 因为它是不是把 2013加2014加2015加2016 的第一季都加在一起 那请问你 可不可以在做 淡忘月的统计 可以 那就再点一下 有没有哪一位学长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看到什么 哪一个月份 问题很严重 不是 不是 几月 再猜 7月 为什么 因为7月是4月 所以它问题很严重 不是 这家公司的订单 订单 但是7月 历年来7月 它订单的接单 因为我们是用订单日期来去判断 接到订单的一个 一个利润 获利是最低的 了解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 前面一个月跟后面一个月 都很高 为什么7月会特别低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不要讲问题 我们讲是一个现象 那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现象 如果 如果它可以成长 成长到 这个平均线 成长到这个平均线 大概是 1.8个 0.18个百万 所以 这个成长 是不是成长 0.06个百万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达到的 有可能达到 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计划 价值是 0.06个百万 60万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所以大数据分析 我们在定那个价格 我们会通常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 我帮你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你那个对 对等的那个价值是多少 然后 例如说把它的30%当做是 就是付的钱 这样理解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7月绝对是一个很大问题 可是我再请你们了解一件事 你现在是不是只有按一个按键 你就做完了 你觉得以色列能不能做到 可是不行嘛 对不对 以色列没有这个按键 你问我我也会告诉你 请你学自动化 知道吗 自己写 自己写 可是 可是 以色列没有 Power BI有 但以色列能不能算 可以哦 可以哦 请你回家 如果你真的晚上睡不着觉 算算看 你就会发现 这个工具好不好用 好用嘛 就只有按一个按键 而且你算完 对吗 你算下来的结果 是不是正确的 这我不知道 你可能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真的上次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件事情 我在以教里面 我曾经算过 而且算错了 然后赶快 赶快就是说去更改 更改 还好 还好 那只是几个月成的事 如果是前一年 那就完了 就是比较不好感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还可不可以去做 但欲 望欲 的分析 我觉得不需要了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我们通常会看什么 但月 但季 望月 望季 的分析 好 所以我再点 向上 是不是要恢复回来 可以吗 好 那这个你先了解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 透过这个 多向下探索 去做 但季 旺季 的分析 就给你们十秒钟练习哦 真的就只是按一个按钮 再按一个按钮 然后向上 向上 结束 还有五秒钟 接下来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那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一个 这一个是多向下探索 那接下来介绍这一个 这个点下去 它变成一个黑色实地 然后白色往下的 这个箭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只能看这一年 当我点下去2016年的时候 我看到什么 看到说 2016年 有没有看到 二三四季 其实都高于这个平均线 还有 还有 那我们是不是 向上 整合 然后现在还是在这个 这个单一年度向下探索的工具 就是单向下探索 所以点它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呈现的意思 就是说2015年 第三季 第四季是高的 高于这个平均线 也就是这一个2015年的 淡季 淡季 就是比较差的 获利的季度 有两个 这样了解 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当你要去做各年 因为2016年 你关心 你要呈现 视觉化的分析结果 你是不是可以同时去呈现说 例如说淡季 也可以呈现单一年度的行为表现 好 这个是一样 那个单一年度的那个分析 好 记得当你不要的时候 再点一下它才结束 好 那这是单一年度的一个 就是哪几个季度的比较 或月份别的比较 好了 这应该还蛮容易理解 再接下来 这个工具是什么呢 连续向架探索 既然是连续 它就把一年 是不是有四季 这四个季 都是2013年 也就是2013年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2013年第四季 2014年第一季 2014年第二季 第三季第四季 2015年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第四季 好 这张图你看到什么 这张图您看到了什么 我们2015年的第四季 是最高的 可以吗 通常我们会关心最高 最高 然后当然也会关心最低 最低 例如说 真正最低是2014年的第一季 好 我们只是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这是不是 好像我们在 以前在读 实际是不是有两种 对不对 我们现在读的是什么 不是连续的在读 可以了解吗 就是我们纵观天下 纵观历史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 单一个朝代 还有什么 跨朝代的这样子来去观看 现在我们看资料 跟刚刚的差别 这样子全部展开来 前后的关系来去看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说 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 叫做一个 这叫什么 回圈 就是 升 升 升 然后降下来 对不对 然后 升 升 升 然后降下来 然后接下来 升 升 然后降下来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叫 循环 有听过经济循环吧 这是 就是什么 好像说什么 股市什么 十年 涨一波 然后又跌回来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在看的是这种 这种现象 好 所以他以这一个资料来去看 你有没有看到 他其实是有一个 就是这一年 一二三四季 他是这样上升 但是到了隔一年 第一季 他又降下来 这就是一个循环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资料 他有这些的特性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在多 这叫连续向下探索里面 你要看到的就是 他的循环 他有没有周期性 有的 对吧 这个 这家公司 确实是有这样的周期性 你们会看吗 你觉得 登革热 有没有周期性 有嘛 正因为有 所以我们只在 那个登革热 号发的那几个月 之前 做宣导 你春季 需要做 那个登革热宣导 不需要 那是因为 你已经了解 登革热 他是一个周期性 这样了解 我现在说的这件事情 好 这是可以从 大数据分析 来去做这件事 那我再次强调讲一下 这边只是按几个案件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些事情 好 统计专家一定说 要做检订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 我也觉得 如果说你今天要报告出去的资料 发新闻告 你应该做一个检订 检订什么 我们是不是存在一个周期性 好 请我们再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件事 最后麻烦请点回来 点回来 就向上探索 向上整合 然后恢复原始的资料 我补充说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是不是看到 就是在连续 连续 对不起 多向下探索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边 七月是不是下降 滑鼠右键 不要忘记了 这边有分析等着各位 它就自动变成什么 说明减少的情形 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你看你连分析都不能分析 它都自动帮你分析好了 它认为最重要的 关键的问题 已经不是子类别了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刚刚我们看那个增加 2016年利润增加 它第一个秀出来的是 哪一个子类别的产品增加 利润增加最多 对不对 这边它告诉我们 因为它说明减少 怎么可能还是放相同的一张图 它认为在这边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说以地区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有很多很多项目 它说地区减少最多的是华北 你觉得老板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去把华北的 例如说总经理 经理调过来来询问 请他报告一下 到底这边 这个7月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历年都是7月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件事情对于管理 有没有帮助 有吧 然后当今天 华北的经理报告完毕之后 就开始要去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才有可能因我们做资料分析 然后去做出一些政策的 等于说是拟定 然后改善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说好不好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希望你们了解 就是这个课程编排的主要意义 你不要到时候 这些东西交过了就结束了 不是这样子的 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 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你就用它自动分析 来去看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比较有可能解决问题 你们说对不对 最近不是都在讲这句话吗